世界棒球经典赛中华队的卖力演出 让台湾再度掀起了棒球热潮 不过目前台湾所属的少棒队伍 受到少子化以及经费的影响 正一点一滴的消失当中 为了守护台湾国球 孔文业者慷慨解囊热情赞助 台湾25支的少棒队伍 职棒球星彭正敏也前来参加记者会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让台湾的国球向下砸根 当年国人深夜收看 红业少棒队比赛的情况 至今仍让不少的观众兴奋与难忘 直到今年棒球经典赛中华队的杰出表现 又让国内再度掀起棒球热潮 而在爷爷夏日时刻 孔文业者就适时的慷慨解囊 热情赞助台湾25支的少棒队伍 受赠队伍中的台东红业国小则表示感激 能让棒球运动持续运转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我们才能够维持下去 那学校目前的部分 比较遇到比较大问题 就是少子化的问题 因为我们全校只有61个人 那包括二十几个 还是从外地特地找过来打棒球的学生 所以说在这边也是要稍微招生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来红业少棒这边参观 顺便打打棒球 中华职棒兄弟向对人气球星 恰恰彭正敏也出席了记者会 并且现场传授红业少棒小选手们 传接球的技巧 彭正敏也希望更多的企业 能够支持棒球这项运动 才能让台湾国球向下砸根 棒球运动需要更多的企业来结合 然后来帮助一起来努力 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得到更多的资源 那我觉得其实运动都是一样 那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企业 然后来更共襄胜举 然后来一起来帮助棒球运动 企业团体事实力挺台湾国球 让少棒选手能再更充裕的环境练习 也带动社会大众在这股棒球热潮下 关注孩子打棒球的梦想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鱼采访报导